民进党方面也极力将罢韩投票结果粉饰成所谓民主的胜利 蔡英文6号晚间在脸书宣称 所谓台湾民主往前走了一步 赖清德也在脸书意有所指地表示 不再有百年难得的政治奇才 岛内舆论分析 这次罢免投票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延续 韩国瑜作为竞选失败者 却依旧被对手民进党赶尽杀绝 足以证明 罢韩案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追杀 大律小律齐上阵 上次民进党当局官员民意代表 下到民间企业赋议团体 无不全力动员 巧言煽动 为了罢韩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种种操作也让蓝莹群情激愤 用行政力量 明目张胆 操纵罢民案 我们对此表达谴责 跟失望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表示 罢韩案是一个非常丑陋邪恶的伪装剧 已然在台湾埋下不公不义不安的种子 是台湾之耻 有岛内媒体分析 罢韩案不只是韩国瑜的危机 也是国民党的危机 高雄的危机 甚至是台湾的危机 因为罢免门槛很低 只要团结 就很容易出现轮回式的罢免 罢免一旦成为岛内政治常态 台湾的政党恶斗无疑只会变本加厉 第三年的記憶